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猪宝宝babygen 今天我有一个神秘嘉宾 来到我这边一起拍摄 我有请神秘嘉宾 唐萝牌大师Sera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era Viu美宝 Yeah Sera呢 她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Online的唐萝牌 哇 我真的是有一个小小团团 就是宝宝最近有一个 喜欢的女人 想要就是请Sera呢 帮我做一个塔罗牌扑克的耍蜜 然后看就是我喜欢的她 是不是也怎么样喜欢我 然后我跟她有可能 你们有没有也是跟宝宝有一样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是一起可以来玩这个塔罗牌游戏 哦 所以从这里呢 你要选 你要哪一个牌 所以每个牌会怎么样 represent 你的现在那个relationship 你跟她 在一个relationship啊 还是你要做一个那个人啊 嗯 还是你喜欢那个人啊 她现在 她想什么啊 你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意思是说我在 就心里面想着我喜欢的那个人 然后想着我的问题 然后就选其中一个号码牌 对 所以我们从这边 一二三四五六 OK 然后大家呢 都是可以跟我一起来玩 这一个塔罗游戏 然后我们先选一个号码牌 然后Sera会为我们一个一个刷 好 OK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先了 OK 好 等下我要先选一个号码先 OK OK 我选这张 你好像你的问题这样子哦 不要啊 我第一张 我选这张 OK 那么你们呢 你们选到了吗 好 我给多五秒钟 五秒钟 你要选好一张牌 然后你先认定你的牌 然后呢 Sera会为我们一个一个去讲经 可以 可以 可以看 第一张牌 这个是什么牌 OK 第一张牌 英文是叫 2 of cups 2 of cups OK So 2 of cups 这个意思呢 你看有两个人 这边有两个人 嗯 可以看到 可以给你们看 OK 这边有两个人 So 因为这个卡 这个牌是upright So 不是the body 是upright 的意思是 你喜欢那个人 也是喜欢你 哦 所以呢 如果刚才你选的第一号牌的话 就是代表 你有机会 这个意思 对吗 对 因为 可是Cubs的卡 是很 好像很new的 很fresh的 所以没有很serious 哦 哦 就是大家都还不是那种 很认定对方 老夫老妻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去 跟他stable一下心 这一条一条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人他会很累 因为以前他已经有很多 in and out in and out of relationship 以前有很多relationship 所以他很累了 放了很多effort 在那个relationship里面 所以他现在觉得 哇 我现在很累了 我要take a break 我不要跑 我不要跑 所以是说 选到这个牌的人 就是代表他现在是目前 不想要 谈恋爱的一个心态 就是想要focus on like 事业啊 还是其他方面 对 and then有可能 如果你现在追这个人呢 这个人 他也是这样子咯 他已经很累了 哦 哦 这个是导管导管的queen 这个导管的queen代表什么 这个人 represent 那个女生你要追的 so 他的personality 还是你的personality的 是她 是从overseas or offstation and then 他的personality 是她会很sensitive 她会很romantic 可是 有时候啦 太overemotional 太emotional 太dramatic 他很sensitive的人 so 如果你是男生呢 他这个卡会 represent你咯 so 那个意思是 你是一个人 哦 如果你是女生啊 这个会 represent 那个人你喜欢的 so 这个人他会很controlling的 哦 就是你喜欢的 这个男生 他这样容易就比较强了 对 这个概要 the mood the mood 是一个很 mysterious的cut so within一个月的period 一个one month的period 你会有一个大的surprise oh my god 一个月啊 现在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他有一个surprise 所以有一个 好像啊 怎样讲 有一个message or 有something about that person 你会figure out within one month period 所以这个卡的意思是 effort put in a lot of effort either 你没有put in effort or 你put in太多 effort and 你的 你喜欢那个人 好像 没有ROI ROI 刚才 我们有讲 没有招到 对 就是意思说 你要 就是看清楚 不要一下子 付出太多 然后其实对方其实是很反感的 所以要 适可而知 要看清对方 对 anyway 我们今天很谢谢Shera 来帮我们做了一个这样 这样好玩的塔罗 reading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的人的话呢 可以给一些guidance 然后另外呢 大家想要就是知道更多 关于塔罗的账户信息呢 也是可以去关注 Shera的Facebook专业 还有什么 在website啊 什么 我的website是 www.sheramelo.com 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fanpage呢 也是 如果你type sheramelo 也是可以找到的 ok so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塔罗的 或者想要找Shera呢 做塔罗账户的话呢 可以去follow她的 可以PM我啊 Direct message我 可以问我们题 ok 好 那么我的节目先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喜欢这一个channel的话呢 可以subscribe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